哈囉 大家好 我是鹿 今天呢 我要去配眼鏡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個眼鏡呢 已經戴了差不多五年了吧 度數可能都有點不合了 再加上之前我把眼鏡放在沙發上 我就坐下去 結果我的眼鏡就啪啪一聲 那個支架整個就變形了 我現在沒有戴眼鏡 所以我回家是會給大家看我的眼鏡看來變怎樣 但其實想換眼鏡已經一陣子了 我就想說這支眼鏡支架怎麼歪掉 就是老天爺跟我說 真的要換眼鏡了 不要再用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來配一支我的新眼鏡 那因為難得在日本配眼鏡 所以就拍一支影片給大家看 在日本配眼鏡是什麼樣的流程 然後今天呢是我們當陪我來配眼鏡 耶 那講到配眼鏡呢 日本有非常多眼鏡連鎖店 例如近視 豆腐 還有金紫眼鏡 因為文章最愛金紫眼鏡配的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就想說要配個金紫眼鏡 可是因為我現在眼鏡是... 我真的個人非常喜歡近視 所以還是想要先去近視看一下下 那我們現在就去近視吧 所以我想說我應該要用哪些眼鏡 丸眼鏡呢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鏡子裡面了 哇 他們現在竟然有跟寶可夢聯名 好可愛 妙蛙種子 還有成龍跟皮卡丘 這個聯名呢就在鏡家這裡 有一點他們這個寶可夢的要素 然後還有伊布跟他所有的進化型的聯名 超可愛的 那伊布系列呢是在這個掛耳朵 這邊有他們自己的小巧思 啊 似乎的耶 好像小巧思 似乎的 這個是雷精靈 Sanders 欸 似乎的耶 真的嗎? 好像有錢有 哈哈哈 Kui-chan 我怎麼買的呢? Sanders似乎的 剛才的這個? EV是嗎? EV確實在 我這次就想要買這種細框的 然後是比較偏圓圓的感覺 現在帶來看伊布 喔 現在的髮型似乎的 不錯耶 可愛耶 你以為這個小巧思的感覺也不錯嗎? 不錯耶 噢 天啊 我找到這個小區域好可愛喔 這個鏡方的形好好看喔 我跟文當都覺得中間這個有一點摩卡色的感覺 超可愛的 我來試戴看看這個 Mae-san 超帥的耶 帥的 真的嗎? 似乎嗎? 帥的 它這個眼鏡好輕喔 我們文當也來試戴看看 欸 似乎啊 這個 蓋心很不錯耶 那個鼻子也很軟的感覺耶 這個 長時間蓋起來也不太累 對耶 我現在試戴的是它的鏡方是六角形的 看來六角形還不錯 蠻有設計感的 小巧思的感覺很像 很嬌的 而且現在有毛巾也有了 顏色隱藏著 欸 都使用 全部都不錯 真的 衣服最棒 衣服最好 現在也有毛巾 喔 這一款也超可愛的 它這個呢 比我剛才看的那個鏡框呢 還要再小一點點 我覺得這小一點點的感覺很有文學氣質感 來試戴看看這一個 而且掛耳朵的地方這個設計我也很喜歡 然後它摸起來也很輕 其實這樣看好像沒有什麼大差別 他們這裡的鏡片呢也可以上一點顏色 那依照顏色的不同呢 有些是可以防止太強烈的日照 然後有些顏色是在室內看起來會更加時尚一點 我覺得這幾個顏色的顏色也很帥 看來 蘿蝦也看來 看來 看來不見了 有些人也有很多 你也有很多人啊 對 那他們這裡有有顏色鏡片的試戴 我來試戴看看這個 粉紅色好了 喔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化妝了 不錯 可愛 但剛剛的感覺比較重 這個 看來不見了嗎 欸 但這看來比較不錯 欸 似乎了 好嗎 這個呢 這個它的形式 我一直覺得我是鏡框是圓的比較好 看這一種好像也蠻適合的 對 等於正常顯示的 對 看來看他這是下的光照片 這個特最近的是 那邊看眼睛的光照片 和睦俱製的光照片 欸 我是絕對會用 Android 對 朱爾️就是 因為都是兹?! 是不太好嗎 我一定要加藍光 因為我一天看螢幕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我決定要買這個好了 然後還要加粉紅色的镜片跟藍光 那我們現在要測試力 測試力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幾個人要等 那我們先回到他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現在有沒有戴隱形眼鏡 我現在有戴 然後這個問題是我要做幾支眼鏡 一支 然後下一步 第三題是問這個眼鏡什麼時候要使用的 那我一般來說是在家裡的時候戴 所以是這一個 鏡子是第一次嗎? 不是 我非常的愛鏡子 那現在我跟問檔已經抽好花碼 要等差不多30分鐘 我們可以在店裡等或是出去晃 但是要在5分鐘之前回到店裡 因為我今天有戴隱形眼鏡的關係 所以在測試力之前 要先把我的隱形眼鏡拔掉 他們有給我一個鏡子專屬的盒子 很可愛耶 很可愛耶 跟大家說我們找到一個很厲害的眼鏡 讓大家看 不怕被做壞了 因為我現在眼鏡是我自己做壞的 我跟文當現在等號碼排的時間出來 看到超級大顆的櫻花樹 滿開耶 好漂亮喔 滿開是一樣的 中國每一個 滿開 滿開 好漂亮喔 對 漂亮喔 現在時間到了 所以我現在把隱形眼鏡拔掉 他們這裡還有提供隱形眼鏡用的食鹽水 在鏡頭拍攝的時候 最緊張的感覺 你會用在鏡頭拍攝嗎? 對 我沒有用在鏡頭拍攝 但是因為文當的眼鏡顏色 大家都以為它是在鏡頭拍攝的眼鏡 我沒有用在鏡頭拍攝了 真正的眼鏡 我現在要測試一下 頑張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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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才妳也說妳看電腦手機時間比較長 比較建議14時 但是不知道妳是不是適應不得 如果妳能適應的話 妳也建議適應不良的話 那就25次 因為我這次有加藍光晶片的關係 就要等一個禮拜 如果沒有加藍光的話 當天又可以拿了 所以大家去的狀況 還是要問店員比較清楚 而且因為他們聽到我還講中文 就請中文的店員來幫我補 我覺得很貼心耶 那結帳之前呢 先來再確認一次 我選了這個晶芳 喔 似合起來 那是這裡嗎? 嗯 似合起來 好 沒有問題 謝謝 她還可以自己選鏡盒 有黑色跟紅色可以選 那我這次呢 選黑色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結完藍耳 一個禮拜之後呢 再拿我們的眼鏡 似合起來了 謝謝 很享受 剛才說的一番人氣的 剛才說的 Fu-chan有看到的眼影嗎? 大家有發現 文章的髮型跟平常不一樣嗎? 今天呢 帽子風格 我沒有看到的 我們問到今天來進市拿眼鏡 然後又看到很多感覺很可愛的新眼鏡 那我剛才已經把你新眼鏡拿掉了 現在正式都在看我的眼鏡 Fu-chan 正式都在看我的眼鏡 Fu-chan 你在做什麼嗎? 真的嗎? 很輕鬆的吧? 請給我看看 好像太鬆了 你幫我弄緊緊 現在已經調整完了 很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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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五六年了吧 我的上個眼鏡呢 也真的是陪伴我很久 雖然它到最後被我一屁股做壞了 可是也好險 因為這個契機 我才終於要去配新眼鏡 那接下來呢 我都會和這一個 新的眼鏡一起繼續過我的生活 因為這一次 我有另外加藍光晶片的關係 要另外多加五千多日元 這次買這個眼鏡 差不多是花個一萬四千日元 差不多 我覺得還蠻划算了吧 這個眼鏡呢 我覺得它也還蠻適合出門的時候戴的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新眼鏡 要繼續陪伴我的生活 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是 我在日本這次配眼鏡的整個流程 還有價錢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其實和台灣差不多啦 那一般來說 鏡子有很多眼鏡 他們都是當天又可以拿的 包含文當之前 配的鏡子眼鏡也是當天就可以拿的 但是因為我另外一家 藍光眼鏡的關係 才要等一個禮拜 那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謝謝大家來看我今天這支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拍照 打承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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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